美国政府的官员访问台湾 陈先生想请教您如何来看当前的台海形势 我记得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针对台海形势呢 做过一个分析跟评估 对于会不会发生战争呢 我用1235这五个数字来代表发生战争的一个机会 以过去的一个回顾来讲的话 1950年就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呢 我认为那个时候最多是四 就接近战争了 1958年就金门炮战 我认为那个时候只有二 1996年导弹危机 我认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二 那今年初的时候 我认为今年爆发这个军事冲突可能性呢 会高达四plus 就四加 看来这个2020年是1949年 这个两岸分支以来爆发军事风险最高的一年 这也看来说年初您所做的一些研判和分析 是非常符合这个现实情况的 没错 那如果你现在再教我做一个评断分析的话呢 我可能会稍微再修正一点 我的分析的研判大概四plusplus 就四加加 又多了一个加 这说明情况更加紧张了啊 那么我很好奇的是 实验生为什么在年初的时候 您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研判 它的一个理论和依据是什么呢 一项以来我对台海形势的观察跟分析呢 有两种观察的方向跟角度 一个是全面的一个是局部的 就全面的概念来讲 我有个三个均衡理论叫小均衡中均衡大均衡 小均衡是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 中均衡指的是台湾跟大陆之间两岸的一个形势 大均衡是中国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形势 那么小均衡来讲呢 过去是不同不独 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独大于统就失衡了嘛 中均衡 过去台湾跟中国大陆呢 最早是台湾军事力量占优 后来是大致平衡 现在很明显大陆占绝对的一个优势了 至于大均衡呢 就中国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形势 一早也是中国比较弱 那么最后呢 中间的经过一个平衡阶段 现在很明显的 中国现在已经略为占优势了 所以三个均衡都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 就是三个均衡都处于一个失衡的边缘 也就是说不太容易像过去一样 能够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了 那么想请教神先生 刚刚您说的是一个全面形势的分析 那么究竟对于局部来说 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我讲的一个局部呢 基本上是从美国的角度 跟美国的立场来看的 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呢 又可以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美国大战略角度 一个是特朗普选战的小战略 就大战略角度来讲呢 我想我们过去分析了很多了 美国已经很清楚的 把中国定位它最大的一个挑战者 会尽一切努力 把这个挑战者给它压下去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美国发现到 所有的手段好像用处都不大 效果不佳 或者甚至有反作用 那么剩下来 唯有的两张可用的牌 有效的牌 不外就是台湾牌跟军事牌了